这部电影是2023年 阿根廷在货币通胀崩盘 社会规则动荡 政府人员摆烂的局势下拍摄的 故事背景中 上帝已经在人类的背叛下不复存在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 或许是人类作恶太多 让上帝彻底失望离去 也许是人类逐渐失去信仰 开始崇尚奸诈和邪祟 导致上帝的力量抵不过恶魔已经死去 总之当上帝不在后 潜伏在黑暗里面 黑暗中的恶魔就开始重返人间了 没有人知道恶魔是怎样诞生的 或许他会在某天突然强势降临 或许会附身在某国权势之人的身上 又或者会偷偷藏在某个小镇 毫不起眼的人类身体里 就比如他的体内 就在昨晚某处森林中传来几声枪响 大胡子和他的弟弟小胡子 非常好奇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由于夜间雾气弥漫 视线受阻 两人也不敢贸然靠近去查看情况 直到第二天阳光驱散雾气之后 大胡和小胡才敢踏足枪生之地 两人在猎犬的协助下 很快就发现了一个被分尸的尸体 弟弟小胡认为他是遭到了野兽的攻击 可大胡却说 这些伤口明显是被戾气割伤的 况且野兽也不会把食物丢在这里 随后两人在尸体周围发现了一个箱子 里面装的像是一些驱魔用的法器 以及一本日记 里面的资料指向了附近一户人家 兄弟二人直接就赶了过去 果然在这户人家发现了不寻常的事情 小屋里生活着一个妇人和他的两个儿子 只是他的大儿子却在一年前发生了变异 浑身变得臃肿腐败不堪 体内也经常流出恶心的农业 在妇人的多方求助之下 他才发现大儿子是被恶魔寄生了 兄弟二人刚才所看到的尸体 就是妇人找来的清洁师 类似驱魔人 因为只有清洁师才能彻底杀死寄生的恶魔 如果用寻常手段 即便杀死了寄生体 恶魔的浮肿也会转移到别的地方 得知事情的严重性后 兄弟二人来到警局寻求帮助 可警察却说 这是不归我们管 你们可以去找医生或者是神父帮忙 随后 两人继续找到了地主阿托 阿托虽然也不信那些封建迷信的说法 可至少没有坐视不管 他准备直接用枪杀死大儿子 以免他身上的病毒传染给别人 然而就在阿托准备开枪之际 大儿子却声音沙哑的说 你尽管开枪吧 若你敢杀我 我就会爬进你老婆腹中寄生你的孩子 一听这话阿托顿时慌了 因为大儿子已经一年多没出过门了 他不应该知道自己老婆怀孕的事情 而且如果只是正常生病的人 更不会说出寄生之类的话 不管大儿子是不是在装模作样 阿托都不敢拿自己的孩子去堵 次日纠结了一晚的阿托 再次叫来了胡子兄弟二人 准备将大儿子丢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在开车时 阿托还警告两人 大儿子仅仅是染上了某种病毒而已 他们回来后 只要把衣服全都烧了 就不会有事的 谈话间 阿托差点撞到了一个小男孩 他没有停下 而是继续赶路 直到开出300多公里后 终于停在了一个臭水沟旁 就在他们准备把大儿子扔进臭水沟时 阿托却郁闷地发现 车厢里尽空无一物 三人经过一番分析 觉得应该是在躲避小男孩时 把大儿子给甩出了车厢 此时太阳已经日落西山 三人只能心情复杂地各回个家 尤其是主谋阿托 更是在这一晚久久难免 第二天一大早 阿托就听到老婆的大喊声 跑出去一看却发现 一只山羊竟然死死盯着她的老婆看 阿托顿时恼羞成怒 准备用枪下跑这个 没有自知自明的沸羊羊 然而奇怪的是 所有的羊都跑了 这只沸羊羊不仅不跑 反而还直面她的枪口 妻子提醒阿托 不能用火器对付妖魔 不然亲人就会遭到反噬 可被挑衅的阿托 已然管不了那么多了 正如妻子所言 阿托开枪的瞬间 妻子就遭到了恶魔的反噬 她先是一斧子劈死了阿托 随后又亲手劈死了自己 时间来到晚上 妇人的小儿子卷毛 导致了两兄弟阿托一家死亡的消息 这让兄弟两人顿时慌了 他们没想到恶魔的报复 竟然来得如此之快 为了保命 两人准备离开这个小镇 行至半途 兄弟兵分两路 大胡来到前妻家 准备接走两个儿子 小胡则去接他们的母亲 为了保险起见 大胡还向前妻的线人要伸衣服 大胡告诉前妻 恶魔浮肿已经开始扩散 这个小镇马上就会完蛋 可前妻却根本不信大胡的话 她觉得大胡就是想带走 俩孩子胡乱编的理由 三人争吵间 前妻家的狗子 却被旧衣服的味道吸引 据书中记载 动物和小孩 是最容易被恶魔所感染的群体 果不其然 原本还正常的狗子 突然发了疯一样 开始攻击前妻和现任的女儿 这一幕只有大胡的小儿子看到 直到小女孩被咬断了脖狗 她才反应过来去呼叫大人 现任看到亲女儿的惨状 当即牙子欲裂 开始狂追狗子 大胡出于同情等 打算去帮个忙 可转念一想 她还是觉得 保护儿子才是主要任务 小儿子是个正常人 倒没什么问题 关键是大儿子患有严重自闭症 大胡费了好一番功夫 才将她哄走 而且临走时 大胡分明看到 前妻的女儿 竟然完好无损地回来了 很显然 这肯定是恶魔制造的假象 只听她诡异地告诉妈妈 爸爸马上就会回来 崩的一下杀死我们 不能用火器对付恶魔 现任不顾大胡的阻拦 硬是枪杀了狗子 于是她就被恶魔反噬 直接开着车 亲手撞死了母女二人 大胡见状 只能在心中为前妻慕哀 然后就去和小胡会合去了 两人的母亲 是一个见多识广之人 她在听闻恶魔浮肿将士的事情后 说出了对付恶魔的七个法则 一不能使用电力照明 因为恶魔会隐藏在暗处消灭光源 二不要靠近动物 因为恶魔的气息 会轻易操控动物的思想 三不要拿她身边的任何东西 因为会扩散恶魔的气息 四不要伤害他们 因为除了清洁师外 只会徒增仇恨 五不要呼唤恶魔的本名 因为她真的会来找你 六不能用火器杀死他们 因为会遭到反噬 七不要畏惧恐惧 因为越是害怕就越会被盯上 突然前妻向母亲打来电话 大胡赶忙拿走手机 走到远处接听 前妻表示 大胡抢走了她的孩子 她马上就会来找大胡要回去 大胡为言 只觉被挤发凉 因为她可是亲眼看着前妻被撞死的 这很明显是恶魔在要她的儿子 崩溃的大胡将手机砸了个稀碎 试图以此切断与恶魔的联系 小胡前来关心哥哥 这才得知恶魔的气息 已经被大胡传播 甚至都已经害死了嫂子和现任一家 看着近乎崩溃的哥哥 小胡只得亮出了 自己本不打算动怒的底牌 原来弟弟曾在落魄时 被一个清洁师救助过 他为人很好 应该会帮助他们 弟弟本不想连累清洁师 只是现在已经彻底走投无路了 清洁师名叫马林 当听闻恶魔浮肿的事情后 他当即表示铲除邪恶 义不容辞 不过由于当日天色已晚 马林就打算次日再去对付恶魔 大儿子因为患有自闭症 不愿接触新的环境 于是当晚大胡就陪他在车里过夜 无意间发现了大儿子的一张画 看似诡异 却又不知道代表什么 大胡没有多想 很快便睡着了 直至深夜所有人全都熟睡之后 一张携手却突然出现 原来是前妻亡魂来要孩子了 见车门被牢牢锁死 前妻直接转身去找了小儿子 大胡的母亲不知儿媳已死 正要与之交谈 结果却看到了他那血肉模糊的脸 母亲叫来了大胡和小胡 然后就看到前妻带着小儿子跳下了楼 追到楼下 发现前妻已经消失不见 小胡有点庆幸 嫂子没有对大侄子动手 结果却听马林说 大侄子其实早就被恶魔气息感染了 只是因为他有自闭症的原因 恶魔暂时无法干扰他的行为 但这种情况也不会持续太久 鉴于事态已经严重升级 他们只能马上展开行动 小胡负责去寻找小侄子 大胡则和马林去寻找恶魔浮种 因为只有消灭了浮种 才能从根源上消灭恶魔 小胡的行动十分顺利 他很快就找到了抱着侄子的嫂子 只是靠近一看 小胡差点被吓尿 因为嫂子竟然在吃侄子的脑子 愤怒的小胡直接开车撞了过去 这才结束了嫂子残忍的行为 另外一边 大胡来到了当初差点撞到小男孩的地方 果然在一旁铁丝上看到了那块布丹 不远处是一所小学 马林推断浮种很有可能就藏在学校里 他们必须要在浮种诞生之前消灭他 此时已是深夜 可孩子们竟然还在教室 马林询问他们是否见过一个胖叔叔 可这群孩子主打的就是一问一个不支声 很显然他们应该是被恶魔气息感染了 不过就在此时 那名差点被撞的男孩出现了 他原本也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直到进入教室再次出来 就像接到某种指示一样 说胖叔叔就在某个老师家 自己可以带路 就在大胡准备跟着去时 却又有一名小女孩说男孩在撒谎 因为胖叔叔明明在他家 他的爸爸正在救治对方 大胡快要疯了 他不知道该信谁才好 然而马林却是看穿了一切 他觉得恶魔非常的狡诈 故意派两人来混交试听 就是为了拖延时间 其实浮种就隐藏在学校 之前有学生在吐血后用粉底隐藏气味 所以浮种就藏在粉灰掩盖的地方 马林注意到了讲台上的大量粉灰 将其地板打开一看 果然在下面发现了老师的尸体 而最下面隐藏的就是浮种寄生体 此时寄生体已经快要断气 也就代表着浮种就要诞生 马林不敢怠慢 敢忙当场布置法器 因为只有特制的法器 才能彻底杀死浮种 眼看着胜利就在眼前 可因为寄生体实在太重了 大狐根本无法将其搬出来 唯一的办法只有将地板全部拆除 小女孩假装好意提醒大狐 隔壁房间就有一把消防符 可以用它快速劈开地板 马林则让大狐千万不要相信 他这是在吊虎离山寄 然而越是时间紧迫 老狐就越是容易被恶魔蛊惑 他无视了马林的话 转身就去隔壁房间寻找消防符 正如马林所说 小女孩就是在吊虎离山 最终大狐不仅没有找到消防符 反而被困在了房间里 等到他好容易逃出来后 马林早已被熊孩子们联合打死 法器也被破坏成了一地碎片 寄生体一脸嘲讽地看着大狐 愤怒的大狐则用法器零件展开攻击 殊不知 这些只是在帮符肿破壳罢了 一个血红的小孩从寄生体走了出来 对方以胜利者的姿态 在大狐额头留下了几道血痕 原来狡诈恶魔早就已经算计好了一切 大狐自毕正儿子所画的那幅画 就是在描绘恶魔诞生的场景 事已至此 大狐明白自己彻底失败了 他和弟弟只能灰溜溜地继续归缩回小镇 小狐在家发现了妇人的小儿子 对方称 其实树林中的清洁师就是他杀死的 是恶魔操控着他那样做的 小狐问他 你的母亲去哪了 对方奇怪地答约 我们的母亲都是一样 小狐很疑惑 什么叫做都一样 直到大狐发现自毕正儿子吃饭时被呛到 小狐这才明白都一样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的口中竟然吐出了大量头发 以及两人母亲的项链 也就是说自毕正儿子吃了他的奶奶 电影在大狐的崩溃中结束了 对此我只想说 上帝没了对西方来说可能很重要 可对我们来说就没什么影响了 因为不管上帝在不在 只要绿皇大帝还在就行了 小狐 大部分 我可以摔倒 我可以摔倒 佛 那么